中國大陸的民眾表示 中共無神論讓人只信錢 又搞教育醫療產業化 搞得民不聊生 他們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北京的張青福等三人說 中共一直在洗腦國人 壞事做絕 害人不遣 無神論讓人不相信善惡有報 只信錢 為了金錢無惡不作 道德淪喪 卻還要粉飾自己偽光正 人不治天治 順天意得天佑 我們鄭重聲明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屬組織 哈爾濱的王友福聲明退團退隊說 共產黨獨裁行不通 教育同臭味 基礎的教育大筆撈錢有好嗎 醫療產業化 應該政經分開 這個體制有問題 行不通了 毛澤東殺人幾千萬 政府是流氓 現在三輛馬車熄火 民營企業倒閉 打工的沒地方打了 貪污犯幾億的貪